《增量时代》 《增量时代》 谢谢大家的掌声 我们知道中国人 其实对于家的这个观念感 是非常强的 在今年春节期间 热映的一部科幻片 叫做《流浪地球》 在很多人看来 它其实是用一种 特别未来感的科幻的手法 来体现中国人对于家 特别独特的一种情怀 其实我们对于家的这个情怀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物化的体现 那就是家电用品 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如果说一对小年轻 他们要结婚 除了购置最基本的 这个锅碗瓢盆之类的 这个生活用品 当时还有一个叫做 三大件这样的一个标配 那三大件有手表 缝纫机 还有自行车 配齐了这三大件 是特别有面的一件事情 后来到了90年代 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 于是就有新的三大件 取代了这个老的三大件 是哪三样呢 冰箱 电视机 还有洗衣机 再到后来 我们又有更新的三大件 变成了电脑 DVD 影碟机 还有空调 听着仍然是有一些年代感 不过其实所有这些 我们看到家电产品 它们的一个变迁 其实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是 我们中国人在一个物质 相对匮乏的年代 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但是时至今日呢 其实中国已经成为了 全世界的制造业的大国 过去呢 因为经济相对落后 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 物质匮乏的时代 其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所有的这些 承载着我们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对于家的情怀的 这些家电产品 他们如何继续去传递 我们中国人 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今天呢 其实我们就和所有这个 家电行业的一些领军人物 汇聚一堂 他们要为我们谈一谈 新时代 新家电 这个背后呢 有些什么样的思考和实践 让我们掌声请上 今天的几位对话嘉宾 刚才我们说了 家电其实是寄托了 咱们中国人对于家 很深的一个情感 那给我们讲讲 你们所在的企业 究竟对于中国人 在家庭当中 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 情感的连接 我们有一个 家喻户晓的品牌口号 叫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 美地每年销售 超过四亿件的 家用电器产品 可以说每一年 我们就跟消费者增添 四亿个情感沟通的桥 第二个呢 美地现在产品 覆盖35个品类 可以说深入了 中国家庭生活的 方方面面 我们已经像一个家人 一样的在陪伴 我们每一位用户 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种关系是 历久弥新 长长久久 您把大家的这个话 都给说完了 我觉得旁边两位 有没有独特的 情感的连接 我们讲民以食为天 我们中国人 对于饮食的喜爱 从老祖先开始 就印在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所在的地方 有一个叫和母度文明 大概距今 六千到七千年之前 在和母度文明的时候 就流出了专门 做烹饪的厨房 使用了厨房的工具 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 我们见证了中国家庭 特别是厨房 对于美好生活的 变化的追求 吃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讲 确实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情感的链接 贾总您来说一说 海信有一句话呢 叫家店的本质是家 所以满足这种家庭 内心的需求 链接心灵 这是在产品当中 无论从设计端 还是影尤端 都在知之不倦地去 推行出今的一个话题 我们也希望 在未来的发展当中 能够借助这个时代 让我们的产品 变得越来越富有人性 让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美好 国美我们知道 其实过去家店的 这个大卖场 在里面可以看到 许许多多的家店 你们带来了什么一个 独特的情感的链接 我们卖家店 卖了33年 从这个三件 一直到现在 首先给我们一个 强烈的感觉 家店是有情感的 是有温度的 它是家庭组成的一个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店里我们经常 可以看到一些场景 小夫妻两个准备结婚 非常喜气昂扬的 在店里逛了一天 儿子带着老父亲 老母亲 截日期间 给父母亲 选一台冰箱 选一台洗衣机 母亲带着孩子 选一台手机 所以说 它是一个非常 寄托情感的一个行业 国美作为一个 零售商和服务商 我们永远是 制造商的伙伴 我也想问一下 邵总 因为邵总是来自华为 我觉得好像 华为听起来 和家电 不是那么的有关系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今天 您坐在这里 那您是想要当对手 还是要当队友呢 是做消费者业务的 承接着人的 很多的信息 服务需求 那我们在 手机不断地 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也在想 我们到底手机 担负着什么样的 一个责任 通过我们的思考 我们就发现 手机必然要 和家发生联系 希望让手机 能够更好地 为家电服务 让家电 能够通过手机的智能 实现一次 快速地飞跃 体验上的快速提升 场景上的 无缝联动 而我们到这里来 更多的是一个使能者 而不是一个破坏者 但是反正我听出了 这么一个 要跨界的意思 但是其实我想问一下 国美的网总 因为其实我最近 也去国美看了一看 我发现 华为是不做家电的 可是我发现 国美现在自己 其实开始做一些家电了 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说 我一定 不会成为大家的竞争者 给我们回应一下 首先国美 没有开过一个制造工厂 我们所谓卖的家电 全部都是大家做的 我们主要是用于 整个智能家庭的一些 终端产品 用一些自己品牌的东西 这是一些尝试 所以说我用我自己的东西 先做尝试 成熟以后 我跟大家进行合作 我觉得这都不是影响 我们上下游合作的 关键因素 国美永远是大家的队友 不是对手 过去我们谈到家电的时候 会想到那些三大件 这种标配 可能基本上出于一个 实用的一个考虑 你们觉得今天家电 对于家来讲 究竟应该承载着 一些什么样的意义 它开始体现 我们对生活的追求 更加个性化 今天的家电 要充分能够体现 不同的消费分级的需求 整个家电 富裕的意义 应该讲 让更加便捷 更加温情 更加有自己生活品质的提升 同时更加健康 其实我觉得 究竟今天家电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诠释 新的存在感 其实可能咱们说了都不算 我觉得消费者说了才算 就是为了今天这期对话 我们专门做了一个 街头的探访 我们来听一听消费者 他们究竟怎么看 如今大家对于家电消费的 态度是怎么样的 最近一次购买家电 又是在什么时候 觉得家里面最没用的 家用电器是什么 我们一起去探个究竟 你最近一次买家电 是在什么时候 年前吧 前几天 前两个月 昨天 家里面更新最快的 一个家用电器是什么 吹风机啊这种的 我是很飘不笑 家电 我是很飘不笑 家电 手机电脑 电房锅 手机 家里最没用的 一个电器是什么 电视吧 电视 电视吧 美容仪 电视 掃地机器人 真的是掃地机器人 电风扇 如果让你去买一款 新的家电 你最看中哪一个功能 实用吧 实用吧 好看 长得好看 实用吧 方便 实用 性能吧 点不齿 方便 未来你希望有一款 什么样的家电 全自动 专为懒人制造 不用我人工去操作 按照心情可以变化 科技更方便一点 把手机变成一个 更方便的一个东西 帮我化妆的机器人 能够随叫随到的那种 比较有温度 可以陪伴我 好有趣的一个采访 我觉得想问一下 贾总 刚才大家都笑了 说这个电视 好像最不被待见 您怎么回应一下 这个回答应该讲 深深地伤害了 我的小小的心脏 但我想作为新兴人类 对电视机的需求 确实是在减弱 我们不可回避这个问题 那么电视会不会 被未来所替代 手机的好处是可移动 而家庭终端 真正地成为一个 信息终端 和互联网交互终端的时候 电视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而且电视正在发生 一个巨大的变化 有传统意义上 作为仅仅是终端使用 开始往内容去使用 而且电视会越来越 走向两个特征 第一个 电视屏幕越来越大 用手机永远无法去看出 大片的感觉来 第二个 电视本身越来越 符合人体的需要 包括对护眼的功能 包括对清晰度 层次感越来越强 长度越来越好 所以这种模式 会慢慢地让 更多的年轻人 带上电视 我对你们有信心 其实刚才看到 这样的一个街头的探访 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 有好几个年轻人 说到家电的时候 都说到了手机 反正过去 我自己没觉得 手机是一个家电 但我不知道 邵总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现在消费者 真的是已经在淡化 这些东西了 他只是想要一个 好的电子产品 或者是一个数字载体 那我们现在认为 下一代手机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要让手机 跟其他东西 再次发生关联 它就像是一个齿轮 通过一个链条 带动下一个齿轮一样 去发展 我们认为我们的生活 将会变成一个 完全不同的体 那这个时候 我想 与我们现在不断消费升级 期望越来越高的 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家 真的会重新变成 一个很酷的东西 而这个很酷的东西 就会变成大家 拼命要购买的那个东西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个街头探访 被访的对象 大多数都是一些年轻人 他们其实是在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之下 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代 而他们的消费观 其实会影响 整个未来的 家电产业的 这个消费的场景 所以说呢 今天当咱们提 家电消费的时候 这个群体 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说今天 我们这期对话呢 也专门请来了 这么一群 特别的消费者观察团 他们呢 也会随时随地地参与 到我们的对话的环节中来 每个人手里面 还有一个手盘 对于台上的嘉宾们的发言 赞同的和不赞同的 他们都会举起手中的 这个代表态度的手盘 而且呢 他们还准备了 这个神秘的互动礼物 我们拭目以待 我觉得待会儿 会有惊喜带给大家 那我觉得首先 咱们今天讲整个 这个家电行业 还是想了解一下 其实过去的这一年 行业当中发生了什么 家电作为在中国竞争 最为激烈的一个领域 同时也是受大环境影响 作为直接的领域之一 可以说 在2018年 过得似乎很纠结 首先从数据上 2017年 中国家电的同比增长 接近20% 而到了2018年 却一落千丈 只有百分之一点几 与此同时 随着小米等互联网企业 也开始纷纷布局家电领域 完全不同的打法 也给这个传统的行业 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那么今天现场的这些企业 当下他们过得到底怎么样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问一下咱们的刘挺 刘院长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 看到了2018年的 中国家电行业的年度报告 刚刚发布了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其中有哪些亮点 哪些变化 2018年 中国的这个家电产业 虽然整个增长率不是那么高 但是从我们国内的家电市场来说 基本上我们国有品牌的这个占有率 都已经达到了70%以上 尤其是空调 将近91% 所以说这个在国内品牌的这个发展上 我们中国的家电企业 还是走在了前列 那么第二呢 就是我们这个家电的创新能力 我觉得也是越来越强 比如说美帝去年推出了这个空气站 就是我们原来的空调 都是说要制冷 制热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我们不光是调节温度 还可以调节空气质量 比如说现在空调 已不仅仅仅仅是一个 这个温度的一个 这个控制的一个设备 那还有我们这个方态推出的 这个水槽是洗碗机 这个也是比较创新的一个产品 确实大大方便了我们这个 不愿洗碗这一类人群的这个生活 还有我们海信也推出了去年这个听吧 我觉得这个产品的创意非常好 以前我们的冰箱肯定放在厨房 那么在这个新的这个产品 推出来以后 很多这个产品放在了客厅里 对我们的生活的改善 也有大大的提高 那第三块我觉得我们在这个 销售渠道上 线上和线下的融合越来越多 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其实我们提到 现在因为移动互联网 这个时代的到来 在整个的家电的消费上 其实看到了不少的变化 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惑 或者说迷思 我们就专门制作了这样的一幅漫画 其实它是根据这个网上的段子所来 我们看到它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描绘了四个场景 讲的是当今的消费者 他们一方面会消费这个 你看背着一身的名牌 它既会消费这种高端的奢侈品牌 但是同时它也会更多的消费 比如说像泡面 榨菜 穷油 或者说是被称为比较低端的 这些网购的平台 所以说于是呢 大家就在思考了 到底现在是一个消费升级 还是一个消费降级 任何的一种消费模式 都不存在消费降级 它只是满足了一种需要 那么消费升级本身带来的是 对品质生活的越来越提升 比如说大家对过去传统意义上的 这个家用电器产品 现在需要在功能之外去满足它进一步的 一种体验感的需要 那么我们选择吃泡面 选择吃榨菜 喜欢穷油 实际上选择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一种理念的变化 而不是真正的在降低了自己的消费标准 中国呢有个特点 人群的发展多元化 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教育背景 以及不同的区域人 他对这个生活选择 对于这个幸福的追求都不太一样 当然特别是像北上广深 这地区房价非常高 有些人呢为了买房子 可能就会降低自己日常的需求 我想这个多元化呢 是我们中国家电啊 一个最主要特点 所以在这个整市场中呢 不同厂家 不同的形态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空间 我觉得对厂家里讲的 它既是挑战又是机会 我们知道中国的家电行业 其实可能是竞争最为激烈 而且最细分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了 但是我们在过去呢 其实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知道2018年的整体的这个增量 大概是百分之一点几 之前2017年的数据是百分之十几 所以说其实是经历了一个 可谓是断崖式的下跌了 那有的人说 也许这样的一个趋势 还会延续更长的时间 我们的新的增长的动能空间 已经确实我们摸到了一个天花板 那么在这个摸到的天花板的过程当中 那么市场将何去何从 其实我想包括国美的王总 但在整个中国家电行业的销售的 第一端来说的话 对于这种有种春寒料鞘的感觉 应该是更有更深的一种感受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如果说中国家电行业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 如果消费者都会觉得 电视机已经变成了一个家电里面 都不需要的产品的时候 中医康刚刚看到的一个数据 2018年中国的厨房电器 大厨房电器板块 与2017年同比 零售额只增长了0.0%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过去我们都认为 家电行业认为锄电是 中国家电行业最大的一个金矿 没有挖掘的金矿的时候 而这块金矿告诉我们 它的增速已经保持零的增长了 那么中国家电行业的明天又在哪里 中国家电行业产品多维的方向又在哪里 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有更多的想法 2018年我们在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家电 确实存在着非常增长的压力 甚至很多行业负增长 但是同时呢 家电的衍生品 或者家电的技术的迭代品 在快速的成长 比如说给客户提供整体性解决方案 全屋的净化水系统 全屋的空调系统 橱柜和橱垫的一体化系统 这从我们的零售终端数据来讲 这类东西增长得非常快 第二个呢 创新类的产品 产生新的需求类的产品 在快速的成长 比如说 我们在春节前的一个州 一天卖出去的一万多 中下的扫地机器人 一天卖出去的一万多 三不少的智能闻术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消费时期 对 您刚才提到这个要求 我听到您举的这个例子 我心中也是咯噔一下 提到两个品牌其实都是外国的品牌 提到了松下 提到了三星 您觉得为什么 他们能够在春节之前一下子 巧合 巧合 纯属巧合吗 我们当然希望它只是纯属巧合 但是我也想问一下这边的几位 2018年究竟过得怎么样 确实是整体市场 这个整个红利时代 增量时代已经基本结束 接下去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就是一个存量的时代 当然我们并不那么悲观 为什么我们不悲观 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市场里面 有非常多的结构性的机会 比如说地区性的结构机会 三四线城市 整体家电的渗透率还是偏低的 竞争还是不充分的 比如说品类的机会 有些品类跟房地产高度相关 但是生活电器的品类 没有那么大的相关性 反而受到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生活方式的改变 尤其是产品质量 创新的速度的改变 在不断地提升 甚至是有加速的趋势 从海信的情况来看 海信的电视产品和空调产品 面对压力比较大 但是海信的兵器产品的增长速度 还是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从整体的市场角度来看 市场的机会还是大量存在 很大会从中我还认为 消费升级带给我们的这种产品的迭代 最终产品符合了我们消费需求 这是我们未来成长的机会 我们不管是什么年龄的人 大家对未来的追求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始终认为 产品越来越符合人性化的需求 产品越来越满足 用技术和创新的手段 去提升生活频率的需求 会给我们家电行业带来非常大的机遇 关键是我们要抓住这东西 关键是怎么抓住 其实纵观2018年的整个家电的市场 我觉得还发现了一个现象 虽然说整体的增速是比较的低迷的 但是如果你看一些细分的市场 比如说一些小家电 什么集成造进水器等等的 它其实是出现了一个 逆势的现象级的增长 今天我们看到在座的台下的一些嘉宾里面 也有这些细分品类的一些领军的企业 想听你们来谈一谈 2018年究竟过得怎么样 我们火星人从2011年 我们推出这个差期 今晚以来 那么这几年 每年的速度增长 基本上一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一百的增长速度 那么这个产品 只要是美足了我们当下 新的消费者 他们对生活颜值 要求 还有功能的一个体现 因此这几年 我相信 集成造诞生 那么也是一个消费的一个 一个升级的一个需求吧 其实在产品上面 消费者追求的还是高颜值 要不就是功能上面的一些突破 万和之前 从地台的那个水控全机动到恒温 到那个冷银 也到最近的那个零冷水 所谓的零冷水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热源端到那个用水中端 距离比较远的时候呢 通常都会跑一分钟 冷水 它热水才回来 那么我们就是把热源端的那个 中间的那个热水把它先循环 然后预热了 然后你就不需要有那些等待 那么这一台热水器就在中国畅少 为什么我们可以一直做到 连续14年的一个 氧气热水器的市场占有率第一呢 就是以科技的一个领先 赛康呢是专注于整个厨房电器 35年的制造的这种老牌的企业 18年呢我们差不多也接近三成的这种增长 增长到底来哪里 实际是我们从原来的 单件的产品的这种消费 到逐步开始升级到消费者 更多的需要的是 整体的一战是解决的整体方案的解决 那实际上我们去年推出的是 集成厨房的解决方案 以及这个整体厨房的解决方案 两道方案 跟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 除电这种领域之前这种高速的这种增长 来个电器呢是一个新品牌 在座的大部分都是30年以上的品牌 我们还不到10年 那我觉得呢 对于我们一个新品牌来说呢 要创造一个新品牌呢 就是来抓住洞察这个需求分化当中的 机遇 机会 同时呢 要跟我们当前的 友商当前的这个品牌同类 产品的品牌呢 要差异化 不能是同质化竞争 那是没有错落的 我们呢原来是做 启程器启家的 近几年来也发展了一些新的品类 给用户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也是获得了非常地成功 过去咱们讲物美价廉 其实可能很多的时候 大家不太注重品牌 会买一些所谓的山寨产品 但是它其实只要好用 差不多就行了 但是我觉得今天讲家电消费的时候 似乎物美价廉这样的一个词汇 以一个全新的意义 它又扑面而来 我们看到一系列 以小米为代表的这些 有着移动互联网基因 这样的一个企业 他们突然杀进了家电 这个行业当中 他们也物美价廉 可以迅速地抢占一个市场 而且他们可能还有 云端的一个生态链 我不知道台上的几位 怎么样来看 这样的一些互联网的企业 他们进入到家电行业当中 会对这个行业带来的 颠覆和改变 互联网企业加入到了 家电的传统领域当中 的确给传统的 这样的企业 带来一种比较大的挑战 这种过程当中 也让我们学会 在这种压力过程当中 去创新自己的营销模式 去学习和借鉴 新营销情况之下 如何地让传统的 这种老树开花 我们也相信 在未来的发展当中 我们用新的模式 用更好的产品去引领市场 而不应该是一种 追求物美价廉 这样的一种 不符合经济规律 和市场规律的一个概念 贾总觉得 它是不符合经济规律 和市场规律的 我都不知道 邵总怎么来评价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讲到 智能家居 很快地就会讲到 跨界 讲到跨界的时候 很多人又会讲到小米 在四年之前 我们一个很好的咨询界的朋友 过来跟我们说 说华为 你应该学小米 因为小米的ROT做得很好 他们在做一个生态 然后我们就想 生态真的很好 但是我们真正去看了这个东西 以后发现这不是生态 这是解决方案 我可以做手机 可以做电视 可以做空气净化器 可以做扫地机器人 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做 但这个东西不叫生态 生态是一个共生共荣的东西 而解决方案是一个吃毒食的东西 一个吃毒食的东西 当它能力足够强的时候 它是可以去吃毒食的 但是当一个能力足够强的话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您如果用特别简单的话 跟我们说一说 华为想走的这种 分享的打法 是怎么样一个打法 如果说 现在进入到家电这个行业 究竟是井上天花 还是雪中送炭 华为的打法呢 其实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叫约束边界 我们不做家电 第二个就是说 用最好的手机 控制最好的家电 我们一定做出 最好的智能家电控制体验 这就是我们的打法 可以说 如果没有小米 我们叫井上天花 因为有了小米 我们叫雪中送炭 事实上 我们和很多伙伴做了交流 当大家遇到来自于互联网 来自于更多智能端的挑战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智能端 能够在约束自己边界的情况下 积极地投入 然后伸出这只手 把这只手握过来 我觉得我们两方都找到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道路 我觉得无疑的小米的方案是我们传统家电方案的一个进步 但是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怎么来形成一个开放的系统 因为我们在做了没有一家家电的厂商 你的所有的品类都是行业第一的 这就是客户选择的一个控货 我选择所有品牌的从空调电视冰箱洗衣机 一直到厨房家电全是一个品牌的 我想目前我们在做所有品牌都不具备这个能力 如果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你让客户如何去选择 这个社会也好 这个时代也好 实际上需求一个开放的平台 需要把不同品牌的家电都能够接入 大家去共享客户 共享数据 我讲这是一个能够产生一个大市场的一个机遇 我们认为是需要一个开放的系统 而且国美正在这个方向去努力 其实不管是小米还是华为这样的一些互联网基因的 或者说科技基因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进入到家电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来 我们看到了智能家的赋能 所以说家电产品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交互感更加强的 更加懂得消费者的一个智能化的终端 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中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次提出了智能家概念 希望通过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 促进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那么家电智能化到底会给这个传统的市场 带来怎样的赋能和变化 同时又能给广大消费者 带来哪些全新的消费新场景 现场各家企业将开启一场 家电智能化的大比拼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在这里呢 我们也设计了这样的一个环节 就是看在座的这些家电企业 哪一家更懂得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会进行一个这个智能化的大比拼 那今天我们坐在旁边的咱们的消费者观察团 他们会来做一个评判 就是谁的产品更懂得他们 他们更愿意为谁家的产品去买单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会有奖励和惩罚 两种不同的这个反馈的机制 三位这个企业啊 谁想先来 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昨天刚刚发布的 Como的煮饭机器人 因为它高度的智能化 所以有别于普通的电饭包 大家都做过饭吧 我们先要洗米 然后你要决定你要放多少米 你怎么知道你吃几碗饭放多少米呢 米跟水怎么配比呢 经常你会说 哎呀今天水放多了 水放少了 那么我介绍了一下里边的技术 这里边涉及的技术非常非常的丰富 首先它包含了一个智能的AI技术 它能够分辨你放进去的米 是什么米 这个很重要 要能分辨了这个之后 才能决定它如何进行水米的配比 因为每一种米 它要组成最好的那种状态 水米的配比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这里边内置了一个专家系统 我们除了可以识别中国市场上 主要的大米以外 还可以能够根据米的类型 进行水米的配比 和它重要的这个加热的烹饪的曲线 需要泡多久 用多高的温度 加热多长时间等等 最终做出来的米饭 我们要满足六个维度的标准 香 甜 软 糯 痰 白 这就是一碗完美的米饭 每一次出来的米饭都是这样 但是你如果想调整一下 完全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饭机器人的智能技术 掌声谢谢徐总 请下一位来给我们做出 你们的这个智能化大比拼的介绍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是嵌入式的 是我们的智能套戏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带食物来 主要的我们有八条产品的产品 都可以协同去工作 我们很多时候在家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厨房里面做饭的 很多是主妇或者是爸爸妈妈 但是他们往往是最后一个上桌的 但我们很多时候吃的差不多 他们才能上桌 所以我们要留出更多的时间 让家人一起去交流去享受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智能 是多个菜品利用多个烹饪中心 相互自动协同 同时在所有的细节部分 可以自动去提醒 让我们很快地做出一座菜 当然这也解决了我们年轻人 如果不是很熟练怎么去做菜 甚至不会做 我们也没关系 你没有做过也没关系 我们有这样的整个的菜单 我们可以让大家真正从不会变成会 从享受美食到享受烹饪 让我们的家庭生活更加美好 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贾总来给我们做一下您的这个智能化推荐 这是一台电视机 这里面海信的有一个公司叫聚好看公司 这个公司里面装载了电视剧 装载了教育 装载了游戏 装满了购物 装载了美食 你可以实现的任何需求 在这台电视里面都完全可以实现 而且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比如你和你妈妈在一起看电视 出来一个演员 我问他是谁啊 叫什么名字 结婚没有 前男友是谁啊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按上 遥控器里边的一个键 图像识别 一个键 他会自动地把你想看的这个人 你妈妈关注的那个人告诉你 把他的所有的 跟他穿的那个衣服相关的 今天穿的T恤很漂亮 明天穿的恰克很漂亮 点到哪里出现哪里 接着在淘宝上给你出现 是同款产品的价格是多少 然后一键购物 给我们直接展示一下 好啊 世界杯精彩极景 请播放第一集 请全屏播放 这位是谁 我们看到右边 俱乐部 国籍 位置 年龄 全部都出现了 看看帅哥刚才穿的衣服 想买一个同款吗 英国代购 1888 所以这就是未来的 智能化电视 带给我们生活的新的变化 新体验 党位看了有些什么样的评价 其实这样的产品也是 真的是体现出来 就是每一个家电 它本身是有很大的变化空间的 但是在我看来 如果我们真正说 出现一个颠覆式的东西 它是一个整体性的 这个整体性的智能 意味着整个房子 整个家 出现一个整体化的智能乐器 王总 您来猜一猜 咱们今天的观察团 会最喜欢哪一款产品 我个人最喜欢海星的电视 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观察团 做出你们的选择 你们愿意为谁的产品买单 又最不愿意为谁的产品买单 你们不用表达出来 直接把你们准备好的 奖励和惩罚的这个东西 先端上台来 给到他们 献给二位 两位如果有这么有魄力的话 都相信自己是好喝的那杯 咱们就先干为敬吧 来 掌声鼓励 拼了命我也要喝下去 两位都是老戏骨 笑着也要喝完 感谢你们 这个自动认可 给了我一个粉红色的回忆 我会把你们记住的 年轻的小伙伴们 我还是感谢你们 这个很好喝 确实很好喝 谢谢你们 爱你们 两位都向咱们的观察团 来进去这个示爱 说不管是酸甜苦辣 其实代表着消费者的 一个最真诚的一个回馈了 所以说其实都是一个好味道 但是还是你们来 跟我们揭晓一下 到底谁拿到的是什么 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其实我们不得不说 还是海信的老总 演技更好一些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刚才在看这个电视机的时候 我第一感觉是特别炫 第二感觉就是害怕 超级害怕 世界杯了 决赛了 我和我女朋友坐在一起 准备看比赛了 我女朋友突然问我 带球那个是谁 突然弹出来一个窗口 告诉我是谁 等看完这个信息 球也进了 第二个场景 再看一个都市剧 里面所有的人穿衣服都特别漂亮 我女朋友说 这个衣服挺好看的 啪 弹着那个窗口 手藏夹 这个衣服也挺好看的 啪 又一个窗口 收藏夹 四十分钟电视机就看完了 卡也光了 所以说 我觉得海信给我们提供的很多 是一个新奇的好玩的 算是一个阳点 但是没有解决我们 对于电视的一个痛点 然后第二个 这个方态的这个产品 其实我们都觉得特别地靠谱 特别地实用 但是作为年轻人 我们特别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价格的问题 我们会觉得这一套很炫 然后能给我们解决很多生活的问题 但它价格到底在不在我们承担范围之内 先从咱们何总开始 三位一块来回应一下 你们的产品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看一看价格说出来了 咱们的消费团还愿不愿意买单 我先说洗碗机吧 因为洗碗机本身我们有多个品类 这个价格呢 基本上从五六千块钱往上 最高的到差不多两万块钱 愿意付这个价钱呢 举起你们的手牌吧 其中有一位可能可以能够付单 另外两位能很快地给我们介绍一下 刚才你们说的这个产品价格是什么样 我很失望 什么也没收到 我还以为我会是最好的那一个 我们这么好的产品 我想问问观察团 你们想付多少钱来买 你给我们公布一下 您的这个价格和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差距比较大 大概呢是一个什么价格 一万块 说直白了 普通的一个IH的电饭包 可能说是在六百到一千这样的一个价位 就多了能帮我们自动洗米 把米饭做得好吃多付这九千块钱 您觉得咱们有这么多高端消费人群吗 说实话我是真的消费不起 我好喜欢今天的这个的一个直言直语的这么的一个评审团 我觉得评审团要给他们点一下咱 我们需要去理解九零后零零后怎么想 当然贾总 何总 徐总的产品非常好 他们人群呢应该说是相对于比较富裕的人群 但是小年轻人呢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群体 就像我们回来到开始时候说的 人群是多元化的 是细分的 所以必须针对消费需求去定制自己的产品 去开发 对产业都是一个挑战 刚才这个现象很现实 因为我们智能家电也是推出很多年了 企业要做的是不是用户想买的 这个我们觉得用户需求一直是我们要深入挂掘的 刚才的这一轮非常热闹 咱们做了一个智能化的大比拼 但是其实家电归根到底它还是制造业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 对于中国家电市场来说 已经不是简单地解决一个有没有的问题 而是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在新时代中国制造要全面地提制增效 要从制造到创造 从高速度到高质量 从代工到创牌的蜕变和升级 与此同时 消费者也需要更健康 更环保的家电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这些无疑都给今天的家电制造业 提出了更高的技术创新要求 那么当家电遇上硬科技 到底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现场各家企业即将展开新一轮的大比拼 让我们继续拭目以待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下一轮的这个比拼 从智能化我们要到一个硬科技的比拼 那这次从谁先开始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海信自主研发的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 在2005年之前 在海信把芯片自主研发并且产业化之前 中国的彩电企业没有一颗中国芯 全部来源于进口 当芯片在2005年成功地研制并且产业化以后 过去的我们进口的芯片的价格 一下子降了60%到70% 也就是说在我们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 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 中国的彩电企业 为此多付出了大量的成本 在这样的领域是这样 实际上在别的领域也是如此 这个芯片经过了几代的研发 应该这样讲 芯片越来越小 容量越来越大 而且最近我们推出了 高画质的8K的自主研发的芯片技术 这在行业里边只有华为和海信有 反正听起来是非常的硬核了 何总 讲一讲你们自己的硬科技 我就拿一个真正的硬的 这是一个什么部件呢 那油烟本身呢 大家知道为什么它危害很大呢 因为它里面含有多种的微颗粒物质 它会进入到身体里面去 所以呢 你今天这个油烟啊 能不能把它真正的这些颗粒去除掉 就变得很重要 那这些去除呢 这么小的颗粒 你不可能靠过滤去处理的 所以呢 你要靠什么呢 靠我们叫靠静电技术 因为我们做到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它本身呢 蕴含了包括空气动力学 包括我们在航空发动机整流罩里面的 空气流动的这个理论的应用 以及整个静电技术 还有我们的加工工艺 要能做到这么精确 那它做到什么效果呢 就我们现在叫油脂分离度 可以做到98% 98%相当于什么呢 就基本上PM2.25以上的 这个危害物我们都可以把它吸附掉 把它分离出来 所以这项技术我们在国内 甚至在国际上也都是110下 曲总 到了您展示的时候了 这次有没有机会喝上一杯饮料呢 就看您接下来表现得如何了 我手上拿的是变频家用电器的核心零部件 叫做IPM 全称叫做智能功率模块 这个在过去几年 中国还不能生产 我们所有的家电用的这个电控模块 都是由国外厂商生产 他们生产什么 我们只能用什么 这个对中国家电降低能耗 是有巨大的这个障碍的 2015年 我们经过了五年的投入和研发 开发出了中国的首款 这个IPM模块 因为它的难度非常大 难在什么地方 它的工作的环境非常的恶劣 它里边有芯片 有功率控制的元器件 但是这要承担高电流 高电压 高温的这个压力 所以研发难度非常大 那么我手上拿的 这是我们开发的第四代产品 整合了在控制板上的 所有功率器件 现在这台产品是全球首创 没有人能做 只有我们能做 那么未来 我们将会应用这款IPM 在我们的产品上 它的好处 第一空调等等 我们的这个变频器件的能耗 会显著地下降 第二个就是舒适感会降噪 第三个总的来说 就是成本会下降 反应在消费者的利益上 就是价格会下降 咱们坐在台下的企业 有谁觉得自己家的 这个产品的硬核科技 还要更加硬核的 欢迎你们在此时提出挑战 我带了一个是 吸尘器上用的数码电机 原来的这个吸尘器 是什么样的 一个电机是两公斤重 现在这个是多少呢 不到200克 那莱克是在14年 中国第一个研发成功的 这个叫超级数码电机 高速的10万转以上的 所以它现在是世界最高水平的 这样一款电机 咱们观察团的朋友要注意了 现在已经是有四家企业 有待我们来评选了 加入到了这个竞争当中来 你们讨论了这么久 现在有没有一个结果呢 不要告诉我们答案 送上你们的两杯果汁吧 台上台下都行 他们把合同的果汁给自己喝了 这是用创意的一种操作 曲总终于喝上果汁了 但是跟我们说一下 喝上果汁是什么滋味呢 非常甜 上一次你就是最佳演技派 这一次呢 这一杯绵绵的 挺好 谢谢 咱们还是请观察团揭晓一下吧 我来揭晓一下 为什么二位是成之吧 因为二位都是中国第一 所以我们给中国点赞 然后我来说一下 为什么刚才那杯饮料被我喝了 还有点咸啊 嗓子 是因为我们觉得 其实刚才发言的这个四位企业 我们都觉得特别的棒 只是相对而言的话 我们会觉得 刚才这个方态的这项技术 可能仅仅只能够用于油盐机这一项 但是我们又觉得它一方面是解决了我们家里的这个环保的问题 同时它又没有把这个废气排到我们的这个户外去 同时也解决了我们这个大环境的环保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一杯我很喜欢 问一下在座的几位企业 你们觉得中国的家电这样的一个产业 在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 能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家电行业是中国工业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是中国工业的一个全球化的名片 而且中国家电业带动了全国大概1000万人口的就业问题 同时给国家上交了1400亿的利税 所以做好了中国家电 就是对中国制造的巨大贡献 中国整个家电在升级换代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从中国速度到中国品 今天我们整个技术的不断地持续地升级 包括高科技的运用 对于我们国家整个制造业升级换代 有很大的助力 更重要的能够支撑我们国家整个消费经济 甚至整个GDP持续地增长 实际上美地在过去几年 一直在进行数字化和智能制造的转型 在我们整个转型的过程中 我们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 那么尤其是我们在过去这几年里边 对于我们的上游产业 包括机器人产业 做了我们的这个业务领域的一个拓宽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说 是唯一一家能够集成软件硬件 和制造业领域经验的 这么一个工业互联网的提供商 我们把我们整个智能制造转型的 这个经验整合起来 因为我们发现 我们很多的制造业都有类似的痛点 所以我们总结了 我们过去转型的这个经验打包 然后向超过十个行业 进行输出我们在工业互联网上的经验 我们跟超过150家企业展开了合作 所以我们对整个这个制造业的贡献 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工业互联网 和智能制造转型方面 对话由内敛乾坤 参务天地 内餐酒 和洗凌门床垫为您特别呈现 前面咱们做了智能化的比拼 然后做了硬科技的比拼 今天最后的这个环节 我们还有一轮比拼 其实是一个脑洞题 未来家电究竟会赋予家 一个什么样不同的意义呢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提到了那个科幻的电影 流浪地球 所以说这道既然是脑洞题 我希望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脑洞 来畅想一下 在我想象中 未来的家 实际上也是下一个时代的 一个重要体验 就是这个家整体地进化为 一个大的智能体 这个大的智能体将会跨越时间 跨越空间 智能体是一个变化体 它将不是一个固定的家 你可能今天的家里是草原 明天是海滩 后天是侏罗纪 那后天是外星球 我觉得在这个上面来说 其实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让它学习组合的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一直非常希望 就是说家能够变成一个 不断演进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 这个脑洞已经开得挺大了 咱们看有没有更大的脑洞 未来的智能家庭 一定要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 要有能够解决情感之间的问题 第二个解决家庭的刚性需求 就是要给家庭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 这个环境包括空气 包括灯光 包括水 第三个 它要解决人在家庭的吃饭问题 特别是要解决 我不会做 我不想做这两件事 如果把这几个问题解决了 中国的平均寿命过一百 可能在未来我们的生活 就生活在一个家电里 所有的家电 它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冷冰冰的机器 它是通过一个智能 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整体 它用我们人类的语言和交互方式进行交互 未来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无论家电技术如何的变化 家电的有形价值就是满足我们 让显示技术 让我们的空气 让我们的水 让我们的食品 越来越符合我们的健康 补合我们的需要 补合我们的成长 我们希望每个人心中都能够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我未来想象的咱们的家的形态 是一个完全 这个家电是模糊化的 那么家电的体验是无形化的 那么在这个无线充电 还要包括这个远程控制 还要包括无线通信等等 这个技术的助理下 咱们这个家就变成一个非常 方便 温馨舒适的一个场景 对话由内敛乾坤 餐物天地 内餐酒 和洗凌门床垫 为您特别呈现 刚才我们进行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是一个脑洞题 其实我们的希望呢 是大家可以借这样的一个脑洞题 把我们的思维放得更宽一点 看得更远一点 但是在今天咱们的节目 即将结束的时候 还是希望能够听一听 各位对于未来的一个愿景 我希望我们尽快地携手 在2020年把下一代的体验做出来 明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拿出来的体验 是远远超越于现在 完全不同的体验 以前我们家的第一场景是客厅 现在家庭的第一场景 是围绕着厨房和餐厅 这是我们对于家电未来 这种大趋势的判断 我想这样利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中国的智能应用 特别AI技术 能够比较好的成熟 这个时候呢 就能满足更多的 在这里面90后 甚至06后的多方位的需求 享受你所想的一切 产品只能解决基本的功能 但是更重要是我们能够幸福和快乐 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的广大消费者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 我想说是科技回归需求的本质 冰箱的本质需求 是让食物能够保鲜更长时间 洗衣机 那么大家希望能够把衣服洗干净的同时 能够保持衣物的原样 这个是我们未来 在创新 在科技研发的重中之重 我们期待明年我们再相会的时候 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的每一个人都会有更加幸福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美好的一个祝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